。 坤林没补过她,24岁被富豪骗生儿子,做单亲妈妈八年后工作更卖命。 看到这个女艺人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,她让人觉得特别眼熟。 她15岁就开始培训了,之后再主持、演戏、广告各方面皆十分活跃,她就是韦汝。 相信大家会发现,韦汝长得比周杰伦的老婆坤林还美。 两人看着相貌很相似,特别是在昆林生娃后,两人脸型也是一样。 更何况韦汝如今都已经33岁了,还能保持这样的美丽和皮肤,还是很不错的。 而如今的韦汝,虽然已经33岁了,但是却还是单身。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,韦汝其实是一个单亲妈妈。 或许在娱乐圈里混迹的女艺人们,都像是一个等待被富豪点名的机会。 漂亮的韦汝,在她24岁的时候,就被一个富豪,远东航空总经理张刚为看上了,并且还未婚先运了。 可是在生下儿子后,却被富豪耍了,不给她进入豪门了,只答应每个月给一点生活费给韦汝。 为了儿子,韦汝作为一个单亲妈妈,开始疯狂地接通告。 特别是在2016年,一年就接了100个通告,连经纪人都怕了,说太累了。 如今,韦汝的儿子,也已经8岁了。 如今的韦汝,虽然不再是年轻时的那股青涩感觉了,多了几分成熟,也更显得有韵味了。 在赖妈妈的照顾下,儿子也是很是体贴。 儿子还会在家里模仿妈妈的动作,说妈妈平时就是这样拿包包的。 做一个单亲妈妈,有苦有泪也有欢笑,希望韦汝接下来能过得越来越好。 33岁还很年轻,还可以再寻找到自己的幸福。参考来源。